當眾撕毀抹黑文宣2010年的洪志昆替陳菊選連任 也是在那一年洪志昆被指控對女導演性騷擾 該名女導演臉書發文 我只是想好好拍片 指自己在那一年收到民進黨政治人物邀請 判能為高手年底的武都市長選舉拍宣傳片 不過某天洪志昆跑到他投訴的汽車旅館 暗示可以給他一筆錢但有條件 那一晚甚至還故意碰觸他的身體 消息曝光 洪志昆致歉 稱給人不好感受一定是我的錯誤 我支持被害者的要能夠按照合法的管道 來保障他個人的權益 但相較承認高雄市副市長的劉士芳 前市長陳菊態度似乎更為強硬 陳菊說對導演碰上的事非常難過與愧疚 且其遭遇的已非洪君所言不好的感受 是嚴重性騷 不可原諒 更要洪志昆出面面對 不過同樣是性騷爭議 對於總統府資證嚴智發 總統則被質疑 輕輕帶過 總統的壁談或許也是因為嚴智發 已提起刑事訴訟 只是綠營信騷風暴又一起 有議員前助理自述過去被服務出志工 琴拍臀部 當下感受很噁心 老闆承諾會告誡那位志工 並要他道歉 但直到離開都沒得到一句抱歉 前兩天看見前老闆受訪說 性騷擾 職場霸凌 絕對零容忍 實在很諷刺 也正因這句話外界點名 老闆是他 事後閻若芳強調自己確實有要求 志工道歉 但處理結果顯然有不足之處 造成受害同仁陰影 對此深自檢討並深感抱歉 政壇MeToo一件件無所遁形 也讓目前案件最多的民進黨 其賴主席薩軍令 全黨要上信平客 TVBS新聞 李國正邱昂柔 台北報導